這個我們會需要在根目錄底下會需要有一個叫Password的一個檔案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預先假設你要做 類似的這個動作你要先在這個根目錄底下 先要就是我們目錄底下會 多增加一個叫Password的檔案 所以底下的話這邊有Password 那這個Password裡面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大瓜糊 開頭 大瓜糊結尾 那中間的話就是字串 那這個是Key Key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名字 也就是說帳號 後面是密碼 豆點第二筆資料 OK 豆點第三筆資料 特別需要 不過這個可能要注意一點就說 那我在檔案裡面 放的其實 是一個字串 可是我要讀到哪裡呢 讀到我的那個Python裡面的話 需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Dictionary 就是字典檔 一樣喔跟剛剛那個概念有點類似喔 之前不是 我們把字串讀到那個 List 是用切割 Splitter 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今天呢 你要 那個什麼呢 把字串 轉換成Dictionary的話 還必須要用一個函數 也是轉型的 那個函數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後面等一下會看到 如何把它做轉換 這個可能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會經常遇到就是說 在我的 這個檔案裡面有個Key value 那我要怎麼去什麼 比如說讀取 可以轉換 字串轉換為字典檔 OK 然後一樣啦 你要把它寫出去 你也會要 需要經過什麼 剛好顛倒 把字典檔再轉換為字串的過程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跟剛剛有點類似 而且還反而更困難一些些 那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來run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執行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 帳號密碼管理系統 有一 到四 四種功能 那實際上這個功能呢 跟資料庫裡面功能還蠻像的啦 輸入的話就是 Input 一般是新增 新增我們的帳號 然後顯示的話就是把它 所有的帳號密碼讀出來 資料庫裡面也有類似 就slate 把它slate出來 那修改的話就update 就修改什麼呢 針對某一個key 去修改他的 value key value 那另外的話呢 把某一個帳號給刪掉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先新增一個好了 1 Enter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要輸入什麼呢 輸入我的 帳號 比如說我的帳號 Terry好了 Enter 密碼多少呢 輸入1234 假設我今天 12345 Enter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已經被除 你可以在根部屋底下看一下 基本上 我在這個possword裡面 你會發現多了這個東西 有沒有發現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你可以學到 什麼呢 如何 可以把一個 輸入的字串 轉換到dictionary 放在後面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學到的 第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所有的東西 把它讀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按任何鍵 輸入 那再來的話呢 我的密碼 輸入密碼 可能再輸入一次吧 1234 Enter 好 什麼 輸入帳號 OK 把它Enter 停止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第二 顯示裡面的帳號密碼 2 那你會發現 剛剛多了一筆 這一筆 不對的 那所以呢你會發現 我如何 第二個 怎麼樣把裡面dictionary 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列出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也是一樣把裡面 等於一樣把那個dictionary 讀進來之後 再做切割 放在應該放的位置裡面 這怎麼做 OK 第三個的話呢 我要怎麼做 再來就是什麼 修改 比如說我剛剛有一筆 3Enter 裡面的話比如說我輸入帳號 假設我剛剛有一個錯的2 那我要把它修改的話 2Enter 假設我希望呢 不過他這好像只能修改密碼 密碼 改一下 54321好了 OK改一下 然後呢 再按任何鍵回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輸入2 Enter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密碼 也沒有變更 所以第三個功能是什麼 可以 如何去修改 裡面的key 那實際上 當然我們還是需要 會用到什麼 把這個 Password的這個檔案 叫出來 把裡面的這個資料 最後一筆資料 其實也是 這個key 修改這個value 這要怎麼做 最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什麼 刪除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希望 把其中一筆 哪一筆呢 帳號為2的這一筆 因為我打錯的這一筆 把它做刪除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 刪除 yes或no 如果我按yes的話 其實你當然打大寫 打小寫 其實應該都可以 所以這地方當然 如果我打小寫 Enter 它已經刪除了 那一樣 我在做查詢 2 Enter 那你會發現 最後一筆就被刪掉了 那這個地方呢 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 我想請各位 稍微先把那個 邏輯先稍微了解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 我有把全部的sources放上去 所以 你們可以第一個 先建立一個 一個module 名稱的話呢 叫 Manage Manage 這個 Manage這個 模組然後呢 把程式 也許把它貼上好了 因為這程式 比較攏長 所以如果要自己打的話 可能花比較多時間 我有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直接放在這裡 頭 尾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程式裡面哪些重點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記得 這個程式要執行的話 一定還要在根目錄裡面 增加一個叫 Password.tst的一個 文字檔 才有辦法執行 因為 等於這一題 是把 文字檔 當成是資料庫來用 文字檔不能 能不能當資料庫來用 當然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你的功能需求是比較簡單的 我覺得反而 拿文字檔來用 好 有時候反而是 讓你的程式可以變得比較簡單 當然等一下這一題 我們也會改成SQLite來做 請各位也許稍微試一下 待會我們把那些細節 剛剛講到 比如說怎麼樣 可以在 把那個什麼 字串 變成Dictionary 然後呢 Dictionary裡面怎麼去做 新增 修改 刪除 那實際上呢 就是把Dictionary 把它做 就是等於 把它拿來當資料庫的功能使用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記得 這個Password的這個檔 也許你可以 把這個大瓜糊 大瓜糊 中間這個 我想中間 記得 它的結構是固定的 一個帳號加一個名稱 中間一定加冒號 然後呢 一筆記錄 一筆 一筆記錄 中間一定加斗點 可是它存起來是一個 String檔 那String檔呢 我如果今天 要把這個String檔 讀進來之後呢 要變成一個Dictionary檔 特別注意 這個有一個重點 也是這一題可能 大家會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有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結構 這個地方 當然 這個主程式裡面 你會發現 DAF開頭的 它一定是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你會發現 我講過啦 反正Function有幾個 第一個 沒有回傳池 第二個沒有引述 第三個呢 有Return的 那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像這個Menu裡面 就是一個什麼 沒有 沒有引述也沒有回傳 所以一個基本的就是 只是把這個訊息秀出來 所以你執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是把這個Menu給秀出來 主要就是先多一個OS 的一個 這個套件 裡面有個System的方法 把它做什麼 畫面清空 CLS 然後呢 再輸出什麼呢 輸出我們需要這些東西 輸出到這裡 裡面的話 如果你輸入1的話 那當然就輸入了 Enter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地方 輸入1 底下呢 上面都是Function 下面 組成是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這邊的話有OS 就是剛剛點System裡面有個 CLS 就是把 那個Council裡面畫面東西清空 還有個AST 這個AST主要是做什麼呢 就是轉型用的 把那個 字串 轉成Dictionary 就會用到它 所以這個地方我import它 然後呢 把那個Dictionary裡面資料丟到Data 的一個 裡面 這個是Global的 全域的一個 丟到裡面去 那裡面目前是沒有東西 然後呢 再來就是先 讀取資料 讀取資料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預先的話 還是會先讀取資料 那讀取 一執行 會先讀取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會到這邊 第一步會先Read 那Read其實是Read什麼呢 就是把 Password的這個檔案 打開來 用什麼 用R的方式 那後面的話呢 Encoding是用那個 UTF8 我前面有講過 1-SIG 就是說前面有一些符號把它去掉 類似 不過 在Windows裡面 我印象中把這個刪掉應該OK 因為預測就 ANSI 就是CP950 那我們把它保留好了 SF 那把它開啟 其實這個Read的方法開啟 跟剛剛的那個方法開啟 結果是一樣的 反正都可以開啟檔案 那把它讀進來之後的話 讀到這個 這個什麼 FileData 裡面 把它讀進來 變成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東西呢 如果我要把它解析的話 跟這樣 把它Read之後呢 丟到前面這個應該是一個字串 把資料 透過Read的方法 讀過來 它會是一個字串 那判斷一下 如果裡面不是空的 表示說有資料的話 我要做什麼 就是把剛剛這個PASSWORD裡面的資料 它是一個 字串 那要怎麼樣把它 丟過來 Data呢 它是一個Dictionary 你要丟喔 特別重要 你不能直接丟 丟過來如果 沒有轉型的話 那它會接不到 甚至它會接過來的話 它會是一個 字串 所以怎麼轉喔 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 AST 它後面有一個方法 什麼 Littal Evil 這個 不過 其實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不用那麼複雜 其實 用那個Evil就可以了 Evil也可以轉 這個也可以轉 你想說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其實 根據官方說法 看了半天 終於看懂了 原來呢 如果你Evil的話 假設轉型失敗 它不會 Return任何的 錯誤訊息給你 但是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它會 丟出一些錯誤訊息給你 不過前提你要外面包 Try Try 有沒有 有丟出那個Exception 就是那個 例外訊息 但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包啦 如果沒有包 而且確定沒錯的話 其實打這樣就可以了 Evil就可以了 Evil的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String 轉成什麼 轉成Dictionary OK 所以這題應該比較困難在這裡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 Return回來 Return給誰呢 Return到我們這邊 所以 我們返還之後的話 就可以讀到裡面所有的東西了 讀到這裡 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 File 這個File True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True 或者E也可以 好像我們有一題 就是讓它無窮回圈 一直讓它持續在那邊 除非遇到 Break Break意思說 輸入的數字 假設1 做這個 2 3 4 所以如果你輸入的數字呢 輸入5啦 或者輸入0 反正不是1234的話 它就會跳到 Break OK 那如果1的話 是Input Input裡面的話 基本上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Input的實際上也是一樣 它輸入的帳號 如果當然 裡面的資料是空的話 就Break 就把它跳零 但如果說 這個名稱呢 是在Data裡面的話 表示已經存在了 OK 那當然就不需要 如果這個沒有 那就 請它輸入密碼 最後的話 你就把這個資料 怎麼樣 特別注意 放在 前面是一個Name Name的話 是Key Key 就是指的是那個帳號 後面的話 就接著它的Value 一個Key 一個Value 那因為這個Data 它是一個Dictionary 它是字典檔 所以可以怎麼樣 把它串在一起 最後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個東西寫到 檔案裡面的話 記得 要把Dictionary 再轉回到字串 所以剛剛是 Evo 是把字串轉成字典檔 那這個地方剛好顛倒吧 字典檔 再轉成字串 就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個地方 假設我今天輸入 比如說1 這邊1 那我就輸入一個帳號 假設是 AA 這個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增加一個Key 這個Name Key 後面會問你說 它的 密碼是多少 123 Enter 它就會幫它放在後面 Enter 那這個時候的話就存檔 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 我們的 這個Password的裡面 它就會 串一個什麼呢 串一個Dictionary在後面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多一個什麼 AA123 有沒有 那它就是 Dictionary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還蠻好用 它會串在後面 那最後再把它 轉成 字串之後儲存起來 OK 就會完成我們輸入的動作 再來的話顯示 剛剛好像有read 再來就是 編輯 編輯實際上也是一樣 如果這個Name空的就break 如果 這個Name Nats Nats 不存在的意思 這個名稱沒有在Data 的這個字典檔裡面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去抓字典檔的話很簡單 直接加一個 是不是在這裡面 他如果有 那就return True 反正沒有就return False OK 那如果 不存在的話 那就不能夠 去做那個更新 Continue 如果 有那就怎麼樣 去變更一下 其他的話就是 再來就是刪除了 是不是有 如果不存在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編輯 跟刪除還蠻像的 然後呢 差別值是怎麼樣 確定是不是刪除 我剛講過說 Yes或No 大寫 但是呢 我們將來呢 不管他是大寫 或者是小寫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或 大寫或小寫都 把它怎麼樣 delete 這個key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Dictionary的操作方式 如果你要刪除Dictionary裡面的 某一筆 key的話 那你可以用delete著他 那他會把整筆給刪掉 包含他的value key跟value就整個刪掉 那最後你再把它 轉換成 字串 把它寫回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 完成整個流程 所以基本上呢 在這裡面我想應該都沒有比較新的啦 前面 大部分都有講過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就是在那個 我剛提到這個 EVO 意思就是把字串 轉成 這個Dictionary字典檔 OK 這個地方的話我想請各位 稍微再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再見 最後一會兒 再見 我們 快一會兒 有 這點 我們 在座 ez 現在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